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可能那边有危险 她不希望你过去会受伤啊 还有呢 不要在马路上奔跑 很危险 这些都是妈咪或者是芭比会跟你说的话哦 那么今天要讲的小故事 就是听妈妈的话 马鸡和所有的环尾狐猴一样 每天早上最喜欢在黄沉沉的太阳下享受日光玉 到了晚上 她们就会一起窝在迎闪闪的月光下睡觉 但是就是这一点 唯独这一点 马鸡她和大家都不一样哦 因为马鸡老是不听话 不论妈妈说什么 她总觉得自己说的更有道理 世界上没有任何马鸡不知道的事情 她这么觉得 马鸡该吃早餐咯 哦不 妈妈我已经吃饱了 不要再给我吃了 马鸡 不可以对妹妹使出臭臭攻击了 哦 可是我停不下来啊 因为太好玩了嘛 不可以这样 妹妹会很害怕耶 马鸡 快点 抱住妈妈的肚子 不然你快掉下去咯 下面有鳄鱼 可是妈妈我已经长大了 而且我很厉害啊 早就会自己当树藤的啦 不会掉下去 鳄鱼吃不到我 可怜的妈妈 已经对马鸡筋疲力尽了 马鸡 你听好了 在我们胡侯家族的地盘上 你得听妈妈的话 并且遵守妈妈的规定 接着 妈妈开始解释原因 但是马鸡 根本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转头 他就逃跑了 马鸡 马鸡 嘟囔囔的说 哼 要是有自己的地盘就好了 这样一来 我就不用 遵守任何的规定 也不用听任何的话 因为那是我的地盘哦 于是 马鸡 想着想着 决定踏上旅程 展开了一场 一个人的大冒险 至少马鸡 是这样计划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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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马鸡一蹦一跳的 穿越过森林 把烦恼通通抛在脑后 呀呼 他总与自由了 可是 当太阳下山了以后 马鸡发现 他迷路了 而且这里离家好远好远 进悄悄的黑夜里 马鸡的肚子 开始咕噜咕噜咕噜的叫 要是马鸡 听妈妈的话 乖乖吃完 重重早餐 那就好了 于是 他用最快的速度 先爬上最高的树枝 呼 暂时安全了 马鸡试着让自己 赶快进入梦乡 可是 大风呼呼呼呼的吹 吹得整棵树 嘎吱咕噜的作响 马鸡觉得好可怕哦 少了妹妹的陪伴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寒风中发抖 听着森林深处 传来可怕的怪物 马鸡 马鸡终于明白了 不论 他人的老人 他在书中的小孩 他在书中的小孩 只要离开家族的保护 一个不小心 随时可能成为其他野兽的猎物 马鸡紧闭着双眼 生怕会有坏事发生 她真的连一秒也没有睁开眼睛 黑漆漆的黑夜里 有好多双发亮的眼睛在看着她 直到隔天早上醒来 马鸡安全度过了这个晚上 哇 嗯 说不定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因为我度过了这个晚上 马鸡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当然不用啊 你已经长大了 记得吗 忽然冒出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马鸡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 是谁在说话呀 难道是马鸡听错了吗 我猜你应该饱到吃不下这些水果了吧 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马鸡四处张望 也没有发现啊 到底是谁啊 这些水果看起来实在是太美味了 鸡肠碌碌的马鸡决定不理会那个声音 迅速抓起一把罗罗网子 塞进嘴巴里面 马鸡肠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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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 差点就被肚子饿的老鹰狠狠给逮住了 第二天晚上 马鸡感到轻松又愉快 现在她既不担心黑夜 也不害怕孤单 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吓得了她了 所以马鸡今天不打算躲在大树上 而是简单找了一个低矮又弯曲的树枝 准备睡觉 这时候奇怪的声音又出现了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根根本不是树枝 而是一只 不过既然你都说你已经长大了 而且还很聪明 那你肯定不会让自己 睡在一只蟒蛇的身上吧 真是的 怎么可能是蟒蛇嘛 马鸡想着想着 还是睁开了眼睛看了一下 天哪 真的是一只超级大蟒蛇耶 就在这个时候 快跑 一道彩虹一闪而过 很快又消失了 又出现了 又消失了 又出现了 蟒蛇被彩虹弄得头昏眼花 马鸡立刻趁这个时候赶快逃跑 谢谢你 马鸡松了一口气 等等 这个声音 难道是你一直在背后保护我吗 一直是你吗 一个人离家出走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嗯 就是我 原来是一只变色龙 变色龙微笑地说 我叫苏菲娜 我一直躲在你的周围 是为了帮助你学会听话 马鸡不太懂苏菲娜的意思 过了几秒钟 嗯 好吧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不仅找得到食物 也不会迷路 还知道如何避开森林中的危险 苏菲娜她笑了 她对马鸡说 因为我有听妈妈的话呀 这时候马鸡也笑了 于是马鸡和她的新朋友苏菲娜 朝着狐猴家族的地盘 准备回家 说不定 马鸡会开始听妈妈的话了 就从遵守一两个规定 开始练习吧 小朋友想想看 故事中的马鸡 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呀 嗯 然后她自己又做了什么决定呢 一个人出去嘛 对不对 那她在路途中 有遇到哪一些困难 或者发生哪一些事呢 接着 她遇到了一个声音 那位声音是谁呢 后来后来 这个声音帮助她度过了 好多的难关跟困难 那 她为什么会知道这样做呢 是谁告诉她的呀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想想看哦 平常妈咪 有在跟你说什么 要听话要造作的规矩呢 都是为你们好 你们可以一起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嗨 小朋友 大朋友 如果喜欢熟米妈说故事 也欢迎订阅哦 我们更加欢迎 您帮我们评论五颗星 以及按赞哦 熟米和熟米妈 都会很开心的 谢谢你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